气候变迁影响加剧 全球各地极端气候载变频传 Colpe 27峰会所在地埃及 面临季节失去 夏天遭遇热浪袭击 冬天出现一度的历史低温 埃及人担忧气候变迁 家园恐怕在不久的未来消失 当地孩童也有危机意识 拯救地球从自己做起 这些气候大会除了各国领袖代表 会场还有不少各国青年与会交流 他们也被视为改变的力量 这次其实蛮重要的一题 就是调试跟Loss and Damage的部分 在台湾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那个气候变迁阴影法的修法 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借由 比如说这样子会议的这个场合 它的这个协商的进程 能够带回我们台湾 让我们台湾能够有 更好的一个法案可以通过 然后让我们台湾可以有 更好的气候政策 然后来处理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 以主办国埃及为首的开发中国家 希望碳排大国能够兑现 过去气候融资的承诺 不过要从复国口袋中 拿出钱来资助 不只学者看法保留 青年们也只能再三呼吁气候正义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但我希望他们能够 提供良好的效果 但其实很多政府 会有自己的利益 有自己的利益 所以可能是很难的 这届气候峰会还有一个改变 例行的公民示威活动 今年没有出现警民冲突 意外和平 原来游行队伍走在联合国的管制范围内 甚至被限缩在两线道宽的路上示威 被比喻为鸟龙式的游行 是气候峰会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一次的游行是只有在整个大会当中的参与者 才可以参加 也就是当地人没有办法参加 游客也没有办法参加 因此有一些权力或者一些表达诉求的机会 就被限缩掉了 虽然只能在会场内发声 公民团体仍然把握机会提出诉求 希望全球领导人正视气候正义 气候赔偿 人权反战实践行动 不要让气候承诺沦为空谈 TVBS新闻综合报道